咦,这大水缸上面怎么封到这个烂盆呢? 咦,什么情况? 哇,这水缸里还有水,还有青菜 哇,好像还有鱼耶 朋友们,这是什么鱼? 啊,看一下,是什么鱼 咦,咦,是什么鱼呢? 好像是那个糖角鱼耶 哇,这缸里,水缸也可以养这个糖角鱼吗? 这是味青菜了吗?这些青菜 朋友们,大家见过大水缸里面养这个糖角鱼吗? 水缸里面也可以养这个糖角鱼哦 哇,真的哦,好奇怪哦 而且呢,这个水缸里面呢,都是用这个味青菜的 这个糖角鱼不是吃肉的吗? 怎么味青菜也可以呢? 现在我们就搞几条出来看一下这个糖角鱼啊 现在我们从水缸里面搞几条糖角鱼出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味青菜的糖角鱼 养了五个多月啊 整成什么样子的 哇,好多强糖角鱼啊 哇,这个糖角鱼 朋友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水缸里面养的糖角鱼啊 养了五个多月了 平时呢,就是只喂这种青菜啊 什么鲜料啊,什么也没味啊 就是只喂这个青菜 现在这个糖角鱼呢,很瘦很瘦的了啊 哇,哇,好滑 哇,哇,好调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糖角鱼 很瘦很瘦的了 看到没有 你看,这个鱼头,只剩了一个鱼头 鱼身这里呢,很瘦很瘦的了 很小很小啊 有一条呢,跑出这里来了 你看 哇,你跑那么快 这条呢,就比较好一点 这条就没有那么瘦 啊,我们把它抓回去 跑出来了,还会逃跑 你看,和这些比一下 哇哇哇 看到没有 这条呢,就是特别特别瘦的了啊 我们抓起来,看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这条鱼呢,就像皮包骨一样了 特别特别瘦 啊,平时呢,就是只喂这个青菜啊 什么鲜料的,什么都没有喂过啊 就只喂青菜 而且青菜呢,也不是天天喂 啊,只是放一些青菜下去好几天了啊 啊,那么瘦 朋友们,就是在这个大水港里面来养的糖角鱼 完了五个多月了 啊,平时呢,就是只喂这个青菜啊 什么鲜料的,什么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喂过啊 五个多月 而且这个青菜呢,也不是天天喂的啊 不是 吃下去,它吃了什么不透,没有的 我们 在放啊,就是这个情况啊 现在这个鱼呢 就是很瘦很瘦的了 五个多月,就只清这个青菜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糖角鱼 能在这个腿缸里面 吃点,要不要看五个多月 不能入手 真的 挺厉害的 还要不要看五个多月 coffee